何炯究竟经历了多少幺蛾子现场 快男舞台上宣布集结晋级 张远直接冲上台抢何炯话筒 李斯丹尼和陆毅的PK舞台 直接变成赛事场 我支持陆毅 在快迷的舞台上 在快迷的舞台上 我们听到了配套温柔苏醒的声音 但是像李斯丹尼像极具动感的 极具舞台标减力的 没有李斯丹尼 这不可以让我支持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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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文艺 我支持文艺 我支持李斯丹尼 各位评委争的面红耳吃时 霍亥权发出了灵魂之言 路易我支持更好的声音 我们来这里 我相信今天平衡真的很棒 你的舞台表现里是一流的 但我觉得路易的声音更胜一筹 李斯丹尼讲边说边舞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结合的表演 李斯丹尼唱的 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 这是快乐女生的舞台 不是武林大会 我支持路易 现在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 现在是外来的女生的舞台 当然了 这绝不是相信的舞台 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未来的军星 谁更像剧情 当年作为评审的陈宽 突然抄下耳机 扔向谢天风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好像陈坤你 对啊 何老师直接看待在原地 这俩人还莫名其妙就吵起来了 为什么陈坤你 为什么拿那个耳机扔天风 跟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没有poss 但是呢 那个秦坤随时poss 何老师叫我跟他打招呼 他不理我 那所以对于他最好的招呼就是 哎兄弟 怎么办 你管人家呢 他戴着墨镜 让他取了 取了 我跟你说 我接不接 我在等 我在等什么那样 这要 黄老师的空场能力 想必都是当年练出来的吧